长年期第三十三周星期六单数年 马家博书上第六章第一到十三节 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七到四十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2023年11月25日 耶稣基督今天的读经一是一个很经典的因果报应的例子 安提约古国王仗势七人 作恶多端到处去劫掠杀戮 并看自己好像是万寿无疆的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他的授数是有限的 到时就死了 他恶贯满盈 死时却也有真言 我遭到这些灾难 正是因为我到处作恶的缘故 我将忧郁地死在异地 假如他死了 一了百了 倒便宜了他 但是他造出的那么多冤魂 还是要找他算账的 他死后也不会得到安宁 冤有头 债有主 现世未报 来世必报 这些因果报应的思想是普遍的 每个文化的人 每个地方的人都有的 这基本的人情 极是天理 这些说法警告人要奉公守法 不要胡作非为 这些说法对稳定社会的治安 保障人民的安全起很大的作用 今天故意不提这些说法的 或暗示 明示这些说法是过时老套的人 必会害己害人 今天福音里主耶稣坚持说有复活 即人现世生命结束后 是有生命的延续的 这是很合理的 否则好人坏人下场一样 不是很荒谬吗 但如此大能智慧的造物主 怎么可能会荒谬呢 而来是生命是好是坏 决定于现世的行为 这也是很合理的 因果报应 我们所有人 如果还无法无私地 以爱主爱人为动机 去做人做事 起码要为自己的幸福 不要去做坏人坏事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浮船